觀眾朋友好 歡迎您收看熱點快報 我是美玲 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中國經濟在經過了長期封控之後 陷入了嚴重低迷 其增長速度創40年來最低水平 而明年又是中國二十大後的所謂開局之年 在此背景之下 為期兩天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 港媒表示 這次會議有眾多高官缺席 這是近年來請假者最多的一次高層會議 原因不明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於12月15日到16日在北京舉行 央視新聞聯播中顯示 主席臺上坐著現任七常委 包括習近平 李強 趙樂際 王滬寧 蔡奇 丁薛祥 李希 以及常務副總理韓正 總理李克強雖然出席會議並且講話 但央視報導選擇他沒出席的那一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國最高級別的經濟工作會議 每年12月舉行 從過去的情況來看 會議一般持續三天 但這次會期縮短 只開了兩天 有中國經濟學者認為 上週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幾十年來最重要的一次經濟工作會議 而這次會議中有眾多高官缺席 引發了關注 12月20日 香港《明報》撰文表示 除了中共副總理胡春華剛外訪回來 尚在隔離期 以及生態環境部長黃潤秋拜訪以外 還有很多高官未現身 如果不是央視畫面刻意引去了他們的形象的話 這一次就是今年來請假者最多的一次高層會議 文中表示 在24名政治局委員當中 軍委副主席張又霞和魏東未現身影 如果說經濟工作會議與軍方似乎關係不大 但國務委員兼防長魏鳳和 軍委委員劉振麗 苗華均有出席 此外 已經卸任中共黨職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王晨 國家監委主任楊曉渡 軍委副主席許其亮 國務委員趙克志均未出席 人大副委員長無意出席 但劉鶴 孫春蘭卻在座 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金國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 最高檢檢檢察長張軍也未露面 政部級官員缺席更多 局部完全統計 國務院常務副民書長丁學東 中組部常務副部長江信智 中聯部部長劉建超 國台辦主任劉潔一 中央編制主任李小新 民政部長唐登傑 農業農村部長唐仁建 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 應急管理部長王祥喜等人都未在座 文章中提到 如果說這些部門或與經濟無關 那自然資源部長王廣華 央行行長易旺 銀保金主席劉樹欽 中正監主席易惠滿 沈記長侯凱 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羅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浩等 總部該缺席經濟工作會議吧 文章認為 絕大部分地方黨政首腦都進京開會 包括香港中聯辦主任賀惠寧 駐港公安公署署長鄭彥雄都有出席 甚在北京的中央政府官員卻未到會場 實在是說不過去 此外 缺席高官分布廣泛 原因不明 但考慮到大陸目前正在經歷一波波的疫情感染高峰 不排除是染疫或其他的身體原因 有推特網友評論表示 中共領導班子已不需要猜測他們的內鬥 光從這次會議上 就可以看出支禮破碎 各懷鬼胎 明年兩會後 七人幫很難開展工作 能力先不說 能維持住局面就不錯了 他們倚仗習上位 但習又成了他們工作的負資產 結局亂成一鍋粥 援引保監會紀檢監察所組長李新然 重回中紀委出任秘書長職務 70後的李新然曾是王岐山的中紀委舊部 有打虎猛將之稱 參與查辦過薄熙來以及孫政才的案件 據澎湃新聞網12月19日的報導表示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更新領導機構 先是國家監察委員會委員李新然 已經出任中央紀委常委 秘書長 國家監委委員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辦公廳主任 二級副總監察官 另外 趙世勇現已擔任中央紀委常委 國家監委委員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組織部部長 二級副總監察官 中國二十大前夕 季節系統仍是先行大調整 此前擔任中央紀委常委 國家監委委員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組織部部長的林基 已於今年的10月 履新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 據港媒《星島日報》10月10日報導表示 李新然出席了上週在北京召開的中紀委第19次第7次全會 他已到中紀委上班 擔任新一屆的中紀委常委 秘書長 這些調整實際上是在為二十大後中紀委組成人士做準備 《星島日報》在9月8日發表的評論文章中表示 74歲的王岐山明年3月 廖將卸任中共國家副主席 外界認為 號稱中共第八常委的王岐山 或對二十大人士安排產生影響 不過 也有評論人士認為 王岐山目前的處境並不樂觀 中國二十大結束不久 現任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菲 10月4日在辦公室被直接帶走 拘留審查 范一菲曾經長期在中國建設銀行任職 王岐山執掌建設銀行時 范一菲曾任王的財務大總管 王岐山的另一個親信 在建行任職時的秘書 招商銀行行長田慧宇也於今年的4月22日被查 在此之前 王岐山的好友 紅二代的地產商任志強 因為批評習近平被重判18年徒刑 還有王岐山大管家董宏也被判處死緩 11月10日 中國名譽人士王丹在自由亞洲電臺撰文表示 王岐山目前處於危險的境地 短短幾年時間 王岐山的好友 親信 家人 紛紛被收監入獄 按照習近平過去整肅 周永康等人的從外圍和親信突破的手法來看 王岐山很有可能已經被定為打擊目標 倫敦智庫發布了最新的報告顯示 從2000年到2020年期間 非洲外債暴增達到5倍之多 達至6960億美元 其中中國貸款佔了12% 大約是835.2億美元 但這些非洲國家因為COVID-19疫情 以及俄乌戰士削弱其償債能力 這將使中國面臨呆账風險 據彭博報導指出 英國知名智庫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最新發布的報告表示 由於中國揮霍無度於非洲進行大撒幣 可以說是為自己製造了債務陷阱和困境 北京恐怕非常難收回資金了 同時又與發展中國家保持友好的形象 報導中表示 自2000年到2020年期間 非洲外債暴增了5倍之多 達至6960億美元 其中中國貸款就佔達12% 北京是尚比亞最大債主 該國已經拖欠債務 除此之外 中國方面還向其他難以償還債務的非洲國家提供了融資 包括安格拉 伊索比亞 肯亞與剛果共和國 現今這些非洲國家因為COVID-19疫情和俄乌戰士 以致虛弱了其償還能力 根據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標準 非洲大陸正在陷入債務違約的風險當中 在54個國家中 有22個國家面臨了債務困境 其中安格拉欠中國高達426億美元 伊索比亞欠了137億美元 尚比亞和肯尼亞分別欠中國債務98億美元與92億美元 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表示 由於擔憂許多國家無力償還貸款 使得中國於今年來已經大幅削減對非洲的信貸額度 在疫情期間 中國對非洲政府提供的新增貸款 已經從2016年的284億美元峰值 下降至2019年的82億美元 到了2020年只有19億美元而已 研究人員指出 現在中國面臨兩難的境界 是要求非洲國家還款 還是要採取更為寬鬆的方式 來維護雙方的政治關係 如果中國針對違約情況來沒收借款國的港口 鐵路 或者是電網設施等重要資產 那麼債務陷阱外交狀況可能將會發生 其所衍生的政治成本就很難評估了 中國共產黨於國際戰線上推出了一帶一路計畫 而讓經濟體制脆弱的開發中國家陷入了殘酷的債務陷阱 首先中國問題的美國知名學者裴米欣與媒體撰文分析指出 北京在過去15年對貧窮國家提供高達數千億美元 現今這些窮國面臨了資本外逃 趨樑 這是越來越難以償還中國貸款 也讓中共國已經掉入自己挖的債務陷阱 但眼下也沒什麼好選擇能夠從自己挖的坑中爬出來 據聯合國的數據指出 在全球最貧窮的國家當中 有超過一半陷入了債務困境或者處於高風險當中 從今年全國的償債狀況觀察 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 全球最貧窮國家於今年面臨了對官方與民間債權人合計 達到了350億美元的債務履行支付 其中有40%必須付給中國 如果以此推算 全國今年就必須償還中國的債務高達140億美元 這還只是表面上看得到的而已 但積欠中國的隱性債務相當難估 在財政艱困之下 這4100億元的債務很有可能會成為中國呆賬 現今 斯里蘭卡陷入了獨立後7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崩潰 現於7月5日宣布破產 而且國內通貨膨脹率已經達到了57% 同時 外匯存底已然耗盡 還欠下高達51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 人口只有2200萬的島國斯里蘭卡欠下達到510億美元的巨額債務 其中欠中國債務大約佔到10% 但是外界認為實際比例還遠高於此 斯里蘭卡政府早前就已經將漢班托塔港出租給中國招商局99年來抵債 而該港距離亞洲到歐洲的主要航線只有6-10海里 可以說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節點 北京也因此遭到批評 設下債務陷阱 好的 以上是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您訂閱 分享和點讚 我們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